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物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 物理里面有三个守恒定律 第一个是质量守恒 第二个是动量守恒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第三个是能量守恒 每种守恒定律它都有一定的条件 那动量守恒的条件就是说 当一个系统 如果它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作用的时候 整个系统的动量一直保持不变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图例 这是一个球 这个球因为某种原因应该是内力的关系 就是内力它产生爆炸 然后裂成了三块 这三块的质量假如它是相同的时候 那我们得到其中的两块的速度 我们可以利用动量守恒的这个原理呢 来求出第三块这个碎片的速度 那因为这个它在裂开之前的总动量是零 那因为它质量相等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把质量的因素把它拿掉 然后现在我们利用这个向量分析的方式呢 直接可以就可以找出这个答案出来 我们看这一块碎片 这块碎片呢 它的方向是西偏北37度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西偏北37度呢 把这个速度画出来 那现在我们把它分解成水平速度跟垂直速度 它的水平速度是往西边的 垂直速度呢往上 它的水平速度呢 根据向量的分解 它应该是100乘以cos的37度 所以这个是80 那垂直速度呢是60 那第二块呢 它是东偏北37度 所以我们在东偏北37度 这边也是画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呢 如果分解成水平向量跟垂直向量的话 它这个水平向量呢 是80也是80 方向是往东 那垂直向量呢是60 方向是往北 因为这两个分向量呢 是互相抵消掉的 所以为了让它的这三个向量的 和向量一样是达到零的时候呢 这个第三个向量的 这个V3的这个方向呢 它就必须要往南 因为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呢 互相抵消掉 而且这个和向量的大小呢 一定要等于这两个的和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的和呢 是120 120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很明确的可以知道呢 第三个碎片的速度的大小呢 是每秒钟120公尺 方向是往南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